大家晚上好 大家能不能听见我的声音 另外能不能看到我的屏幕 可以行 今天课呢 这个今天晚上这个training呢 是非常非常重要 但是呢我想呢 在这个training之前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今天的所有的这个分析 都是基于什么呢 都是基于education 具体你这个下单 你的风险控制 你要是根据 就是在这个高会 go markets学的这些风险 控制这个计算的 这个交易量呢 来自己这个掌握 OK 大家知道就是 今天我主要是讲呢 就是 本来呢 我是起草这个题目的 是就是 题目的就是说呢 为什么这个 这个没经验的人散户 他这个划线的时候呢 总划了很多这个支持和阻力 但是呢 最后呢又是呢 不知道就是这个 如何这个入手 本来呢 本来呢 我是想先讲这个 这个education这些东西 但是呢 我首先呢 我想呢 这个稍微 往搁在这个下半部分 咱们就说呢 咱们就是八点半以后 讲这些的这个 基本知识上的这些东西 但是呢 就是说我想先 目的是什么呢 一些的这个指数 一些指数呢 包括一些股票 我想呢 先今天呢 跟详细 跟大家这个分析一下 首先呢 大家知道 这个疫情 现在 新西兰 美国 欧洲 澳洲 这个死亡人数 以及这个患者人数呢 是不断增加 这事实 但是 另外一方面来看 整体来讲 各个国家呢 都是采取了 就是很严厉的一个措施 比如说 澳洲几个小时 之前 这个 决定呢 就是说 对于 没有身份的 没有PR的 没有 不是这公民的 这些人呢 完全就是 限制这个入境 OK 美国 加拿大 这两个友邦国家 现在他们已经开始 封锁边境 澳洲这个呢 我相信 他如果随着这个人数 不断增加的话呢 他还会 可以 就是 政府 发布命令 就是 学校 关闭学校 等等 这些措施的 目的 现在这个 这个发布的这些东西 是基于 现在是 不断 上升的 这个数字 这个数字 是有惯性的 就跟股市 上涨和下跌 都有关系 但是 正是由于 他的这些数字的上涨 各个国家 才采取了 现在 最严厉的这个措施 这个措施 的结果 目前 还看不到 但是 都已经 什么呢 专家们 都已经 把最坏的 这个结果 都已经 什么呢 都已经 预测进去了 也就是说 最坏的结果 比如说 死亡人数 2% 受感染人数 有说 560 670 780 的都有 包括 最后的死亡人数 实际上 各个国家 都已经知道了 都已经 也就是说 最坏的结果 市场上 都已经知道了 所以 就是说 有一句话 叫什么 叫 Buy the rumor Sell in fact 或者 Sell the rumor Buy in fact 也就是说 当 如果是 成为 现实了以后 也就是说 当死亡人数 减低 受感染人数 减低的时候 你会看到 这个市场 很可能 已经反弹了 什么呢 20% 到30% 咱们是 主要现在 是基于 什么呢 技术分析 技术分析 永远是 先于 什么呢 先于 这个基本面的分析 因为 基本面的分析 是基于 已公布的 这个数字 但是 技术分析 就是说 你可以 提 就是 就是先于 这个基本面的分析 首先 咱们 今天我主要呢 是考虑 咱们主要是呢 主要是谈论 就是说 指数 还有一些 股票 首先 咱们先看 这个 道琼斯的 这个30 或者 SP500 整体 这个来看 我现在是一个周图 整体 现在这个 道琼斯 来讲 目前 是处在 上次我说过 是处在 上升阶段的 什么呢 第二部分的 结尾 第一部分 是顺势 咱们叫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逆势 咱们叫 就是 逆势这部分 咱们叫第二阶段 OK 目前 目前 现在价格 是处在 第二阶段 结尾 同时 这个指数 从上往下跌 跌了多少 大概33%左右 一般来讲 什么叫 金融危机 什么叫 回调 就是这 correction 还有这个 crisis 这个 区别是什么 一般来讲 就是如果 这个顶部 就是指数 从顶部 到最低点 的这个波幅 如果超过 22% 23% 24% 20以上的话 一般呢 咱们就要 叫什么 就是一个 crisis 如果 是 只是一个下跌 20%左右的话 这个呢 咱们就是 叫回调 但是目前 价格呢 已经下跌了 你可以用 计算器 大家可以算一下 已经 下跌了 多少呢 已经下跌了 超过30% 那你说 应该 那就是算 crisis 就不应该 算这个 这个 这个回调 但是我刚才 已经说了 这是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所以呢 咱们做 做教育的时候 首先的是这样 假设 指数 从今天 往上反弹的话 由于这个低 还是低过 前的这个低 整体来讲 虽然跌了 32% 32% 33% 但是 还是属于 一个微调 甚至 当价格 跌破了 它这个 这个 上升趋势线 支持的话 只要是 没有跌破 这个位置的话 或者是 这个位置的话 甚至跌到 这的话 还是 属于回调 大家 我相信 大家可能看到 市场不同 经常 可能看到 市场这个 这个图形 经常是跌破了 所谓的 上升趋势了以后 然后 在这个地方 应该来说 是一个反弹 但是没有 继续往上走 甚至创了 这个新高 大家注意看 这些指数 经常是这个样子 比如像这个 我画一条 这个线 这是一个 上升的 这个支持 它已经 跌破了 上升支持了以后 然后呢 再给你 创一个新高 原因是什么 这个低 没有什么 低过这个低 OK 那现在 说一下 目前这个图形 那咱们应该是 怎么来分析 首先 从大的方面 你只是要分析 只是问自己一个问题 现在的价格 是不是处在 上升趋势线的 这个附近 如果你的回答说 是 但是可能 你又会说 为什么 为什么 他这个低 低过这个低 这里边的故事 是什么呢 咱不用讲故事 我现在给大家 放大了来看 我现在是周图 我现在进到日图 经常有些时候呢 大家注意 当你价格 有些时候 在周图上 画了一个线的时候 进到日图上的时候 这个价格呢 会有变动 怎么来 就是说 这个 避免这个变动 你把这条趋势线 稍微 什么呢 缩短一点 离现在的价格 稍微近一点 不要这样 稍微近一点 稍微近一点 大概这个位置 实际上你画这个趋势线的时候 这样也正确 同时 这样 也正确 因为有些人呢 他是画线 他喜欢画 什么呢 一个趋势线的这个尖尖上 比如说他非得要钱 就说 我这个顶尖上 我一定要画这个 没有错 但是一般来讲 有效的线来讲 就是说 你画一个线的话呢 如果他能碰到更多的 这个转折点 说明 是一个有效的这个线 那现在也就是一个争论 我到底 我这个线呢 我碰到很多的转折点 我这条线呢 我是碰在第二个转折点的这个尖尖上 到底哪个线对 都对 大家如果画一个区域出来的话 也就是说 这个区域 是一个什么呢 支持的一个区域 咱们做交易 绝对不能是争论 具体 澳币跌破了60 跌破了55 跌破了0.56 然后就是应该 那就是肯定是往下跌 不是这样 他经常有 市场会出现什么呢 很多这种假突破 OK 那现在咱们以这个区域 就画出来了 然后现在咱们进到日图 有些人呢 比较喜欢看什么呢 比较喜欢看日本蜡烛图 都可以 不同 所以现在 我已经勾画出 现在是一个支持的区域 然后 这个支持的区域呢 大家注意一些细节问题 什么细节问题 注意 前10天或11天的 每个价格的这个高 每一个高 每一个高 都是低过 都是低过 前头这高 那很明显 卖的人控制这个市场 也就是说技术来讲 如果买的人把这个价格 推高 高过前一天的高的话 技术来讲 就是一个反弹 尤其是在一个知识线的这个位置 同时 大家注意 前一天的这个收视 前一天收视呢 有不同的叫法 中文呢 它有叫 锤子 或者有一个叫 各种叫法不一样 英文呢 或者叫 Pin Pin 这个Pin 这个Pin 或者呢 叫什么Lotus 什么叫Lotus 或者Pin 也就是说 如果收视和开视 它是在整体的实体的50%之上的话 我们称为呢 叫Pin 或者叫Lotus 这个呢 是一个反转的信号 举个例子像这种 还有一种 就是说 这是呢 收视和开视在上半部的50% 还有一个呢 就是收视和开视 在什么呢 上半部的三分之一 底下的三分之二 是一个长尾巴 这个呢 我们叫什么呢 我一般叫强的这个Pin 强的这个Lotus 这种的反转的程度 是远远什么呢 高过于普通 收视和开视 在仅仅是在什么 上半部的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百分之五十 远远强于这个 这个的巴 看样子是什么呢 只收在百分之五十 但是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Pin Pin 一般在一个支持线的位置的时候 都是一个 猛烈的 反转的 信号 OK 回到图上上 我已经说了几个原因了 一个 周图上 现在价格 是在一个长期的 而且这个回调 已经超过30%的这个位置 同时细看 它现在的 如果大家有些人习惯于用 这个黄金分割 有些人喜欢黄金分割 我上次已经说了 就是说呢 就是这个高会呢 Gold Markets呢 就是说我们预计呢 给大家的这个线下 以及线上的培训呢 目前还没有改变 就是还是就是预定在 就是4月3号 一整天 有关具体的信息呢 大家到时候 跟这个Gold Markets呢 联系一下 那也有可能会改变 这根据这个疫情情况 也可能会改变 就是整个就是一个 咱们全是 这个网上也都可以 或者在悉尼的这些客人呢 Gold Markets这些高级客人呢 就是 就是咱们又有线下 同时我也有线上 OK 在这个培训里头 我想讲一个什么呢 讲一个就是一个信号 信号呢 就是说我一般 在中长期 比较用的比较多的 这个信号呢 就是大家听说过 这个叫什么 黄金分割 OK 如果是咱们用黄金分割 来计算的话 目前的这个价格 目前呢 是在什么呢 我把这些取消一下 我不要用太多 这个取消 这个取消 然后 加一个零点 这个也取消 这都是太多 或者没用这些 延伸 先不用管它 比如说是 零点 OK 零点 七八六 这个呢 是七十八六 这个主要是用于什么呢 就是 来预测 它的回调的幅度 但是任何这个信号 大家你要记住 也不能单独的使用 一定要和其他的东西 来结合起来 结合起来 来什么呢 一个综合性的 一个什么呢 这个考虑 OK 现在说这个价格 刚才我已经说了 现在的价格是处在什么呢 上升趋势下附近 我已经把一个趋势化出来了 然后现在咱们进到日图 也就是说 现在就是一个潜在的一个什么买入点 就是一个潜在的买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基于每天的价格分析 基于前一天的收市 现在今天价格不知道 也可能这么跌 也可能往上涨 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 现在是什么呢 今天的目前来讲 今天的低 虽然高 低过前度的高 但是今天这个低 目前来讲没有创新低 但是这个价格 这个8 明天早上才收市 对不对 也可能创新低 但是目前来讲 这个价格行为叫什么呢 我们叫insight吧 insight吧什么叫 叫indecision 什么叫indecision 就是 犹豫 买的人也犹豫 卖的人也犹豫 OK 基于目前的这个价格行为 在这个犹豫的支持前附近 所以呢 咱们就是说 如果就是说 现在在一个重要的支持 我刚才已经说了 长期的支持 那我应该怎么做 很简单 入市价格 就在前一天的高 高是高多少 首先咱们计算一下 看一下前天的高 昨天的高 这是2098 20982 209 我能粗一点 82 我一般 什么呢 我一般的这个入市 我是什么呢 我的入市是 5 加 一个点差 点差是多少 那咱们进到这看一下 点差 这个地方是 6 5.7 是5.7个点 也就相当于6 也就是说 大家自己到时候 可以计算一下 入市 是什么呢 昨天的高 然后呢 加一个5 再加一个6 也就是11点之上 作为一个入市 OK 这个呢 就是说 第一个这个指数 就是什么 这个30 高中斯 第二个 什么呢 前头的这个水平低的这个附近 我现在是周图 OK 我现在周图 我现在给大家进到日图 来分析一下 放大 注意每一天的这个高 跟 道琼斯一样 前头 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这个 前头这个收市 是一个什么 我们叫Lotus 或者叫Pin吧 计算来讲 今天的价格高过前的这个高 短期来讲 会有一个反弹 反弹多少我不知道 但是 我能预测到 可能反弹 会反弹不少 同时 又是在一个支持前这个附近 所以呢 如何做一个交易计划 首先 先把方向确认 止损在什么地方 止损 就是前头这个低 低多少 一般来讲 一般来讲 我是10 加 一个spread 就是一个 10加点差 10加点差 可能举个例子是5 那也就是 前一天的最低价 什么的 以下 15点 作为我一个 作为我一个止损 但是有些时候止损太近 有一个问题 有可能的帮帮帮长 他会一个什么呢 一个spiking 就是给你一个突然的一个猛烈东西 它是什么呢 打掉你 如果一些人 尤其是做一些短期交易的人 他的止损比较近 故意打掉你的止损 然后再往上走 市场经常有这种什么 这种骗局 这一点大家要注意 所以就说止损来讲 根据你账户的这个钱 根据你风险的这个百分比 一般来讲 可能可能对大家来讲 可能稍微高一点 但是一般来讲 我的这个止损 是撤在前头的 这个叫swing low的这个地 什么叫swing low 举个例子 我的入市在这个点的话 我的止损在这个点 以防他短期下跌 打掉 把很多人都抖掉 甩掉 因为他不希望 你在一个地位买入 这个控制市场这个人 所以甩掉之后 跟你一个往上走 所以我现在就说 现在这个sb500 的交易策略 跟 美国的这个30 道琼斯30 一样 OK一样 下一个再说 澳洲的200 澳洲的200 首先一定要放大 进到线图 你必须这么来做 很简单的 你就画出一条什么呢 知识的一个区域 不要就是说 你可能说 哎呦 你为什么不画这儿 你为什么画这两个 咱们现在进到这个地方 来看 这两条线 都对 因为 它是在一个水平的 一个支持的一个区域 不要就是争吵 就是要 就是要 一定要一个某一个价格 然后他这个下跌 下跌多少 从这往下下跌 也大概有 百分之 三十多 然后咱们现在 进到细节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 现在是一个 support的一个 支持的一个区域 我首先你要做一个决定 比如说 不再支持线 走空 很多人 就说 有些人吧 为什么做不好 你细看 你分析他的 做的这个货币队以后 就入市点以后 很容易看出来 一个就是他有emotion trading 什么叫emotion 他认为 前头的这个价格 如果是一个卖的 一个红颜色的话 市场还继续往下跌 这是一个错误 为什么呢 当你看到红的这个价格 下跌的这个价格行为的话 市场 记住 他是已经动过了 这是一点 再一个 很多人 他是什么 他的短处 是什么 他画这个整体 因为很多人都是 打开这个图 他就在这个图交易 这是一个下跌 前头又是一个下跌的 那我认为市场 还是怎么下跌 错 你一定要什么呢 展开了来看 一定要知道 哪个区域 你是不应该做的 之后 咱们再说 如何做 你先知道 我如何避免风险 然后咱们再说 盈利的事情 OK 所以目前价格 我做一个决定 首先 我不做 不做空 是不是做涨 放贷 各国疫情 死亡人数 意大利 澳洲感染人数 美国这些 不断的增加 同时 澳洲是什么呢 减息 今天要减息了 但是注意 价格是什么样子的 没动 说明什么呢 减息 死亡 最坏的结果 都已经被全球 什么的预料到 也就是说 人人都知道 最坏的这个结果 但是散户很多都是 基于这个数字 他认为 死亡人数 不断增加 可能随着 死亡人数 不断增加的话 价格 还会往下跌 说实话 死亡人数 已经澳洲 已经预测了 比如说是 十万二十万 都已经预测了 现在才死多少 六个 对不对 所以 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些细节东西 我不是说 让大家跟市场 反着走 但是 你当你有 二十年的 这个推定经验的时候 你就会市场 就是识别 就是说 比较一下 目前的这个新闻 以及 目前的这个技术 这个走势 他之间的 这些这个关系 为什么很多人都是 都是 公司 比如说是 Wallworth 好消息 利润 增长了 百分之十二 消息公布那天 帮 下跌两个星期 跌个百分之十五 原因是什么呢 这就是说 有一句话 就是说 在有谣传的时候 当你听到 新传言的时候 这个市场是在涨 或者下跌 当消息一出的时候 已经成为现实 因为好的消息 已经融在价格里的 同样 坏的消息 已经融在这个价格里 市场已经跌过了 我不知道大家明白 不明白 我讲的这些道理 如果大家明白的话 你给我一个 比如说在这里 今天晚上也是人很多 如果知道明白的话 我会继续 跟大家 讲这方面的这些东西 就是说你如果 就是真正成为一个 交易人 而不是叫什么 随波逐流的这种 喝斗 羊群的跟着这些新闻 这些新闻都是什么呢 都是毒药 所以说 对于澳洲 抽汉坠来讲 目前 也是 在一个重要的一个 支持部位 计算来讲 怎么做 今天 也可以设 什么呢 潘丁欧的 你的入市 是五加 我个人的经验 一般我一般设 都是五加一个点差 止损 十加点差 但是有些时候 你止损 不能太近 一般 我的这个止损 我设在什么地方呢 根据你的资金情况 你设在 十加点差 这个低也可以 或者十加点差 这个低也可以 就是以防你入市之后 短期 他为了打掉你 出来 就是下去一下 然后 一下 给什么 往上走 这个就是 这个 澳洲的 这个 这个 就是 这个 LC200 我现在讲一下 这个美国的股票 我现在打开 咱们的 这个 这个 MT5 OK 首先 我想讲几只股票 一个 Johnson 一个是微软 OK 首先 咱们看一下 这个Johnson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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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 生产 日用品的 这个公司 咱们的洗头水 各种化学用的东西 生活用品 它是一个 全球的 这些公司 按理说 这个 这个肺炎的 这些 这个 这些消息 跟他来讲 就跟 和 微软公司来讲 没关系 微软有什么关系 你人人都在家工作 你人人都需要 需要微软的 这个软件 这个window 你无论在家工作 还是在 办公室工作 都是要需要 跟他有P关系 还有一个 还有这个 这个Johnson Johnson 对不对 所有 你人在家 时间多 你肯定 要用的这些 消毒用品 洗发水 各种东西 用的更多 凭什么往下跌 就是当一个 股灾发生的时候 哪一种 我就说一般的 股灾发生的时候 哪一种 属于防守型的股票 首先食品 食品 是一个 人人都要吃 再有一个 这种化学公司 日用品 这些公司 这属于什么 防守型的股票 因为 都是老百姓 都是要天天要用的 但是 由于 由于这个市场 这个panic 这个消息 这个新闻 他势必 什么呢 这些 有这种 装三装的股票 这些人 或者 有很多机构 他是用这种 自动的 这个 这个止损 或者自动 卖出 的这个 机能 功能 OK 功能 来 做这个 trading 他已经 比如说 机械性的 这个 这个自动交易 咱们先不说 机械性 这个交易 也就是说 当一些人 他有 装三装 这股票的时候 当市场下跌的时候 他心就慌了 他不会这么分析 哦 这是一个 生产日用品 这个 这个老百姓 都是要用它 天天要用它 跟你的这个 天天你回 你回家该干什么 有没有股灾 你回家 该使用他的产品 还是用他的产品 没有改变 所以说 他的现在 股价的这个下跌 我认为 他只是这些的 投资者 这种叛逆的 所以 对于我来讲 目前 Johnson Johnson这股票 这好 这是微软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给大家 Johnson Johnson是这个 Johnson Johnson 他的目前 我认为 苹果手机 跌了很多 因为影响到销售 但是Johnson Johnson 老百姓都用它 所以我认为 Johnson Johnson 目前 现在这个价格 是一个什么 市场的这种跌 我 我称为 它叫什么呢 我称为 它叫一个临时的 这个discount 就是temporary的 这个discount 但是 不是市场里 咱们能经常遇到 这种temporary 这个discount 也就是说 突然有些 突发的原因 市场一个下跌 然后下跌的这个价格 低于 它原有这个价值 那现在咱们进到 Johnson Johnson 对于我来讲 他现在这个 这个 现在而且 他是成为一个什么 双敌 这个地方 是都是 大家注意 都是低开 往上走 都是低开 往上走 而不是 很少是 高开 往上走 所以大家 要注意 Johnson Johnson 再有一个 是什么呢 注意这个微软 微软 跟他不相干 什么的 但是图形 稍微有点乱 跟他的这个什么呢 跟他的这个产品 根本不相关 所以这种 都是什么呢 刚才 有人已经说了 市场恐慌 全在抛 然后 是什么呢 拿着 等着 拿着现金 去抄底 但是底 他认为这个底 可能这个底 是在这个地方 最后 什么的 股票扔掉了 亏着这个 可能这个出来 这个地方进的 这个地方进的 最后 股票赔着出去以后 然后呢 就是一路小心翼翼 老觉得 按他的想的 可能是一个什么的 超低一个价位 最后 等于什么的 忙半天 忙半天 盯着屏幕半天 最后 鱿鱼 害怕 早 抛掉 然后又是 鱿鱼太贪 你买低价 也是要贪的 我买东西便宜 也是要 也是贪的意思 我并不是 我要更多 要贪 你你认为 这个价格 可能还会更低 这是一个贪 所以呢 就是说呢 这个呢 就是 这就是一个 散户的 一个什么的 一个这个 很大的原因 OK 还有一些呢 就是说 我相信呢 就是这个 GoMarket 经常会给大家 发一些这个 股票的 这个各个公司的 这个分析的 这些文章 大家呢 就是要参考一下 主要呢 就是我想说的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一个 就是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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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微软 再有一个呢 就是一个 是中层中层 OK 然后呢 咱们这个平台上呢 也可以做什么呢 也可以做这个 比特币 OK 也可以做这个 比特币 我想跟大家分享 这个比特币 OK 比特币 对于我来讲呢 就是说 我做过这个 比特币 做过比特币的话 曾经呢 2018年的时候 我呢 是 自认为 聪明 自认聪明的时候呢 我想是在 这个下跌 这个部分的时候呢 我想做一个 第二阶段 当然 那时候也可能 受这个 新闻的这个影响 什么比特币 可能能找多少钱 什么一会儿是 2万 3万 5万 8万 10万 然后呢 我就是买了一些 买了一些 这个价格呢 大概是1万块钱 大概这个价格 我是在这个位置买的 或者这个位置买的 实际上没有突破 但是 我那时候实话实说 那时候我抱着脚信心 在 因为 也是受媒体影响 我买进去之后 当时我也没设止损 因为我呢 不是在这个 咱们的这个平台上做的 我是在另外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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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真正 交易比特币 没有margin的 这公司做的 我的成本呢 大概是 1万 1万美金 然后 一直跌到3000多 不是这个 是另外的 跌到3000 这个 可不就这个吗 跌到3000多 因为不用margin 不用margin 我一直留着 实际上我是 咱们看不到这个 历史记录啊 我可能是在 这个很早 这个地方 可能看不见 这个地方买的 然后 是什么呢 我一直留着 最后 上了多少 大概是 1万1的时候 也就是大概 这个价位的时候 我买的价格 可能是这个 18年的时候 这就18年 18年的年初 18年的年初 时候买的 然后到了多少 等了大概 一年半 你看 大概就是 一年半左右 19年的 这个7月份 一年半的时候 回来 卖出 因为我做错了 我做错了 那我就是 评价出去 大概赚的不多 大概赚了六七百块钱 所以等于就是 忙活了一年半 赚了六七百 所以 我跟大家说 每次 就是如果 我要是 违反了我的 这个 交易纪律 或者是交易的 预期的 这个计划的话 百分之七十 是赔钱 虽然有些时候 是什么呢 回来了 就是break even 但是 我就是说 整体来讲 最起码 我入市以后 一段时间呢 是亏的 ok 那咱们现在 说到这个 比特币 比特币 前些日子 最低 跌到这个地方 我关注来讲 但我没做 ok 我没做 对于比特币来讲 现在是 咱们看一下 这个周图 ok 看能不能咱们看这个周图 周图呢 目前呢 大家注意 都是要注意细节问题 这个的高 低过前的力高 低过前的力高 对 技术来讲 就是如果你是 conservative 就是一个稳重的交易者来讲 你应该 确认 它的周图的一个回调之后 再进 这是最稳妥的 但是呢 你也可以呢 以激进的做法 激进的做法是这样 你失误率 会多 但是如果 如果你要是抓准的话 你赚的 远远会比什么呢 这些 就是这种 稳重的 这些投资者呢 要什么呢 要赚的多 ok 所以 这个比特币来讲呢 就是 我看了一下 这个这个比特币 比特币的话呢 就是当这么划线的时候 有些人 下降趋势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咱们应该是 什么划线呢 画在一个低 画在一个高 上升趋势呢 是什么呢 碰到这个低 但是 同时是基于不同图形的话呢 我建议大家 你一定要学会划线 下降趋势的时候 先划 上边的 这个转折点 之后 同时也可以连接一条线 划到 连接到什么呢 下降这个点 并不一定是一个平行线 因为 有一个图形 叫什么呢 叫七行 什么叫 歇行 什么叫歇行 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 咱们是 比如说是 欧元队 我把你稍微展开一点 一个比如说是 欧元队 咱们看一下 欧元队西西兰吧 有没有欧元队西西兰 应该我把这整理一下 整理一下 欧元队 咱们这交易品种还是真挺多 OK 欧元队西西兰 什么叫歇行 就是电门的这个歇行 实际上就是一个三角形 你知道吗 三角形的话 这个就叫一个歇行 就是呢 价格不断往下跌 但是 它的 这个阻力的 这个抖度 角度 比支持的什么 角度要抖 这种图形 是一种潜在的一个什么呢 一个非常猛烈的一个翻转图形 也就是当你画线的时候 你就大概画一下什么呢 连接更多的这个转折点 这就是一个有效的一个图形 像这种 可以画一个什么阻力 不要就是纠结于 一定要花半天时间 要纠结于 这样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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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 老是要碰到这个尖尖上 这个地方 大概你就画一下 为什么 就是 将来我给大家这个 咱们比如线下线上培训的 一整天培训的时候呢 我主要想跟大家一些 简单的方法呢 来判断这个图形 为什么图形 比较重要 对我来讲 因为 对于大多数人来讲 它纠结的地方是什么呢 不知道方向 不知道方向 你如果要知道方向的话 你就什么呢 你就是知道了你的 就是说 交易分四部分 选择 时机 价格行为 风险管理 选择是第一 为什么 你要知道方向 知道方向以后 你就会找出知识 知识点 水平 或者 斜线的知识点 然后再等到一个价格的一个 时机 什么叫时机 这个就叫时机 这个呢 就叫什么呢 一个 目前来讲 是一个潜在的 什么呢 买入的一个 阶段二的结尾部分 这就是要一个好的时机 之后 咱们再讨论什么呢 什么是这个 就是价格行为 如何来如实 现在有人问 就是说能不能 讲一下澳洲股票 澳洲股票 我想问一下 大家就说 能不能就是你给我一个 认可一个澳洲股票 咱们这块澳洲股票 澳洲股票的话 你告诉澳洲股票的话呢 我来在这个地方 我争取60秒钟之内 给你分析出来 银行股 你给我一个code 你最好给我一个这个code 这样的话 我更容易什么的找 OK 然后呢 现在一下 银行股很多 OK APT OK 首先 那咱们是 找到这个澳洲的APT APT 右键单机 我只能放大到什么呢 就是看你2018年 这个呢 就是有些 就是稍微那什么一点 就是说我看的这个 这个这个时机呢 就是说 就是zoom out的这个不够 OK 那我只能就是按现在的 这个来分析 OK 首先粗化一条水平线 你这条水平线的话 你不要追在现在的这个价格 有些人喜欢追现在这个价格 追什么现在价格呢 啊 现在价格是在这儿 我画这个 你一定要尊重 以前的这个转折点 然后进到蜡烛图或者线图 这个蜡烛图或者是这个BATCHAT 都可以 首先 这个地方是一个支持钱 下格从42线跌到10块钱 哇 我这好长时间没看这些这个贴到10块钱 然后大家注意 然后大家注意 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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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起来很简单 现在是日主 现在就是一个这个支持的这个价位 这个箭头在什么地方 这就是在一个支持价位 注意前几天的这个高 OK 注意前几天的这个高 每一个高低过前的这个高 基本上70%90%都是这个样子 前10天 很简单 只要 澳洲明天开盘的话 你的入市价格 是一个潘定欧的预设单 价格在前一天的高就行 技术来讲 在一个长期的支持线的时候 如果是明天是国内叫起明星的话 技术来讲 会会有一个反弹 所以当你分析完了之后 你把这个图形 马上 什么呢 存起来 搁在 你已经 准备好的 什么呢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trading plan里头 交易计划里头 把图形save起来 下一个是 REA 这谁问的 REA 是REA吗 有这只股票吗 REA 那咱们看一下 REA 这 日图 线图 同样 都是在一个支持位置 我看我进到这个地方 我不能太展览 我最多只能看这个18年 这个就是一个问题 在这儿画了 注意 前几天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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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高 70%的时间 都是什么呢 大家注意 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的反转 这个地方 有一个小的这个反转 这个地方 有一个反转 但是 这些反转 这个点 都不是在 我认为 都不是在一个 真正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 什么反转点 跟大家说 就是说你要决定 要做的话 你一定要有 两三个交易计划 第一个交易计划 稳重来讲 对于当价格 如果跌在一个 很主要一个 长期的一个支持 而且价格下跌了 这个几乎是多少 40%的情况下 首先你最好要确认 周图的反转 周图有反转 没有 没有反转 注意 周图里 都是卖的人 控制这个市场 但是如果是下周 价格是这样 或者下下周 价格是这个样子 举个例子 这是下周的 然后这是下下周的 你在这个地方入市 这是最稳妥的 但是稳妥的做法 有个问题是什么 要考验你的耐心 这是一个稳妥做法 那你说 我不想稳妥 我想做对 我就想赚一笔大 可以吗 可以 进到这个地方 进到这个地方 进到这个地方之后 你是什么呢 你目前因为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持 首先你把这个箭头画到这个地方 提醒你自己 这是一个主要的支持 然后干嘛呢 就是等这个价格 什么呢 如果下一个这个价格 如果 因为大家注意 我再说一遍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持 如果下一个价格 出现了一个 像这种一个正锤头 或者叫拼拔 这种情况下 你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如果你的入市价格 如果你的入市价格 设在前头这个高的话 这是一个什么呢 非常好的这个入市点 看一个 下头这个 下一个是什么呢 这个这个这个 team 问我的是COL COL不是Cochlear 我看的COL 这COH是Cochlear OK Cose OK Cose应该涨 Wall was close Westpharma 这些都应该涨 呃 我现在只能看这个 这个地方 OK 这个的 这个我不知道发行价 多少钱 我都忘了 很早之前 你看 这个的就是一个panic sale 这个就是跟 我跟你大家说 跟 微软 跟Johnson Johnson 没太大区别 只是由于市场 这个panic OK 只是由于市场这个panic 这个地方 目前 是在一个阻力 如何做这个阻力 如何在这个地方做 整体来讲呢 就是说呢 是这样啊 刚才我跟大家说了 上升趋势 你并不易 不要老是画 碰到这个底下 这个点 画趋势线 喜欢碰这个底下 这个点 一般很多人 画线呢 有个问题 他们喜欢画水平线 而不喜欢画斜的趋势线 原因是什么 他觉得趋势线难画 OK 画完了水平线以后 大家注意 你用目测一下 有经验了以后 你就目测一下 能不能先用眼睛 画一条线 画一条线以后 碰到更多的脸 怎么画 很简单 这高点 到这高点 现在 是处在一个阻力的位置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最起码 我做一个决定 我不会做长 就是记住 不能在阻力的地方做长 那我怎么做 两种选择 我跟大家说一定要有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 因为整体是涨的 整体是涨的 所以你要做长 一个就是什么呢 当价格回到 比如说举个例子 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买入 再有一个 当价格突破了阻力 限了以后 突破阻力 也就是说这个阻力 将来变为支持的时候 你在这个地方买 所以对于我来讲 我现在不管价格 往上找 往下跌 不交易 是交易的一部分 也不用管它 往下走 我在这个地方买 或者50% 这个地方买 或者往上走 突破 在支持一个地方买 然后把这个图 什么的 存起来 这就是一个 交易计划 然后大家 FMG 有人FMG 那咱们看一下 一下大家今天问的很多 你知道吗 今天人也比较多 你看大家问这么多 OK 那我只能按照这个顺序 给大家来 来 来一个 举个例子 BHP OK BHP BHP 我现在能不能 我现在只能看这些 只能看到 拉到 就是 2013年 这是BHP 是BHP OK 那我现在进到这个地方 BHP 这个图 我觉得是有点乱 这个图呢 稍微 但是我觉得大家如果要分析的话呢 可以参考一个平台的这个图形 这是免费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简单的说一下 做 咱们用高会这个图形做 但是你要分析的话 可以用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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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页 咱们随便点一个 大家 大家就是 我打开图的时候就随便说两句啊 大家对于这种 我给大家的这个 这个 这个 每周一次的这个分析 如果要有什么意见的话呢 大家呢 无论好的意见 坏的意见 到时候请大家呢 那就是发给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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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这个高会的这个 client services OK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也可以呢 就是说 不断的这种 我也知道大家就是怎么来改进 就是这个 给大家 怎么来利用一种 这种 有效的这个方式 就是最好的这个方式 来给大家 就是提供这个最好的 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种的 这个 这个 技术分析 这就是一个 BHP 这短期 那咱们长期 OK 长期 那我来怎么分析呢 首先 线图 周图 OK 周图展开 谢谢大家的这个 这个做技术分析 很多 但是老师是我看到 第一个真正教大家 做交易计划的人 说出场点的老师很多 说出场点就很少 还有一个 说如何避免 哪些东西不做的 是一个 然后呢 大家 下一期的时候 给大家看一段 这个录像 因为大家知道 那个美国的 这个 这个 Time Square Time Square 大家知道 那个纳斯达克 纳斯达克的话呢 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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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公司 美国的公司呢 因为我给他们一些提起一些这些技术分析 他们呢 就是呢 呃 给我promote 到这 可能有这个照片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呢 promote到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照片 他们前两天刚发给我的 前两天刚发给我的 就是这个 还有这个录像 这是在美国的那个 那个 Time Square 我中文名叫 施灵 这是滚动的 当然这是照片 他给我发了很多照片 然后还有即时的这个录像 这是晚上的一个夜景照片 他们的花钱可能花了大概一二十万 二十万美金吧 因为他们可能是也是想将来 我不知道是怎么要那什么 OK 那咱们先说一下这个 这个的话 咱们要找到主要的这个转折点 OK 主要的转折点在什么地方 主要的这个 这个转折点 那咱们画一个这个点 在这个地方 那画一个什么 这个 BHP 你让我今天分析 那我就分析在这个地方 还有一个呢 分析点呢 是在一个什么的 这个地方 那我呢 画出一个红线 作为显著一点 水平线 我得给他弄水平 这水平 大家注意 我现在是周图 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什么 很多的转折点 我跟大家说了 稳重做法 确认周图的反转 周图里没有一天反转 但是 这是有些延迟 你要做周图的话 你会损失一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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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盈利点 激进做法 失误多一些 但是你要做对的话 会赚的很多 所以说 刚才我已经画出来了 大家注意 现在的价格 是处在什么地方 处在 长期的 什么呢 长期的这个水平附近 所以说 BHP 42 跌到27 目前来讲 目前这个区域 你在任何一个点 都可以做BHP 但是 你的止损 大家记住 一定要设在这个低 你不能随意定 五毛钱 两块钱 三块钱 四块钱 什么的 三毛钱 这个止损点 任意定 你的止损点 一定要设在 上一个 转折点的最低 再加 再给他留下空间 也就是 他有可能是这样 入市完了以后 下跌 然后回来 所以呢 这样的话呢 大家一定要记住 你在市场里 有多安全 远远 重要于 你想 多快 赚到这个利润 你要先生存 是第一 水上飘 游泳 你先学会 怎么survive 之后 咱们再学会 怎么自由 游泳 由于这个时间 这个关系呢 这个呢 今天呢 咱们就到这个地方 大家呢 就是如果 要有什么意见的话 就是大家可以跟 悉尼啊 墨尔本啊 这些 这个高会的 这些客户服务啊 或者email 大家反映一下 这样的话呢 我也知道 再说一遍 我也知道 大家怎么来 怎么来一种 更好的这个方式呢 来 把自己的这个 20年的这个经验 尤其是失败的 这些经验 告诉大家 我不说成功的 谁谁人人都说 自己好 我要说 我自己哪些地方 我做的不对 你知道吗 所以那行 那就是 今天咱们就到 这个地方 那咱们呢 就是 如果报名 4月份的这个 那大家赶紧 跟GoMarkets联系 如果看 这个疫情情况 但是目前呢 我们还是这么 线下这个安排 还有一个 大家要注意 多锻炼身体 你知道都是这些 身体不好的人 都是什么呢 受难的 都是这些身体不好的 大家一定要 自己要多锻炼 那行 那咱们是下个周四 咱们 还是这个悉尼事件 晚上9点钟 咱们再跟大家 讨论这个 进行这种的 这个技术分析 那行 那谢谢大家 祝大家就是一个 都是一个安全 一个是安全 一个是健康 一个是安全 那行 那谢谢大家 好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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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